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每个房屋交易的那个一个名气 买卖房屋买这是卖房子的一个名气 这是我们刚刚卖出的一个房子 在其乐黑哦 成交价格是99万8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费用的一个分布 这是第一部分是银行的这款的一个 一千里银行的贷款 三四五万多 然后银行的一些利率利息一个七百多块钱 然后这是掉 esco从银行调国种那个资料的一个费用 这是第一这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那个 这一部分就是房屋的一个地产税 因为我们交的是二一月一号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号的 那么这中间还有几个月 就是要推给我们那个塞料的 推了个七百五 这房子税就是保证一个分国的一个清除 这接下来是最大的一笔费用 就是买卖双方经济的佣金 过两个点 这个将近四万美金 这是买卖房屋当中最大的一个比例 费用比例 然后接下来一个就是一个税务 美国税务这块的相关的一些支出 首先一个因为这个是外国人 外国人他卖房子一百万以内 然后如果白尔签了这个文件 只扣百分之十 超过一百万 他要扣百分之十五 在联邦税这块 当这个钱是可以退回来的 然后加着扣的百分之三 后来三万多块钱 那么这两笔钱是将近十三万 你看这就是十三万多一点 那个钱是明年报税可以退回来的 这个不能进入费用 当然就是美国那边根据他的一个 赚了钱 你百分之十五要交税 那么这个明年是会报税的时候 会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接下来这个费用就是 这是产权保险的一个费用 这一块是千分之二到二点五 他这是两千多块钱 这是比较大的一笔费用 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七税转让税 它是比较低的美国房子转让的一个税率 是千分之五点五 说是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这是S口的一个费用 S口的费用 是将近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因为我们常用这个S口 他给S口的一个折扣 折扣了四百多块钱 那么我们这是最后剩下的一个钱 就是剩四十五万 四十六万将近 那么我们来算一下 整个房价是九十九万八 然后剩那个 百二三那个四十六万将近 四十六万再加上个三十五万 就是八十一万 八十一万再加S口的一个费用 国家税这块 hold住的一个费用 hold住这个钱是十三万 这是八十一加三就是九十四 九十四 这个房价九十九万多 然后实际上也就是费用 抠掉英俊四个点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费用 也就百分之一的样子 所以这是每个房子 整个的一个费用的一个分布 那么外国人卖房子 也就是如果是一百万一类的 巴尔签一个 这个文件就是一个生命书 他的房子适应来自助 那么鬼税局他只hold百分之十 如果超过一百万 那么这个文件是钱没有用的 那么S口鬼税这块配合 要hold住百分之十五 这是每个 当我说了这两笔钱 要通过第二下一个年度的一个报税 然后才能把那个钱给推出来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来了解美国房屋买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费用 资金的分布 它的一个产权的一些 就是保证一个产权的一个干净 因为你想这个产权保险这块这个费用就是保证这个房子产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出来问题就是产权保险公司来负责 这是每个房屋买卖的一个明细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公布 供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关注 点赞 转发 转发 点赞